在浙江自然博物馆一楼展出的这件临海浙江翼龙化石,产自浙江临海晚白厄式地层,距今约七千万年左右,是1986年临海上盘奥里村村民徐承法在开采石料时发现的,它代表翼龙类以新属种。 临海浙江翼龙是较大型的翼龙,两次展开可达五米以上,头骨低而长,前部的绘细长,平直尖锐,没有牙齿,脖子细细长长,尾巴很短,一般生活于湖泊、沼泽、岸边,吃鱼或浮游生活。 它的骨骼很薄,所以非常轻,从而它能在空中自由飞翔,它是恐龙的近亲,它的翅膀是第四根植骨演化而成的翼骨,它不像鸟一样有羽毛,身体和翅膀是皮膜相接的,看上去有点像蝙蝠。 它的发现,填补了中国五齿形翼龙和碗白鳄式翼龙的空白。 关于这只翼龙化石的由来,也有一个故事。 它当时挖掘出来是一个农民,它在开采食料的时候,偶尔发现了,那因为这个农民呢,它喜欢收集化石,所以呢,它就发现了它。 它呢,是拿过来就是到我们馆来鉴定,那后来呢,就是一具翼龙化石标本,你看它这个白色的痕迹啊,就是翼龙死亡形成的化石,那它还镶嵌在这个岩石当中,因为如果说把它剥离出来呢,它的完整性就会得到破坏。 当时发现这具翼龙化石的时候,头部没有找到。 非常幸运的是,在同一个地层周围,后来又发现了一个翼龙的化石,而那个翼龙的身子又始终没有发现。 你可以从这块化石看到,就是它这个头的部分啊,没有找到,但是当时就非常幸运,在同一个地层的周围啊,就看到了另外一具翼龙的头部,但是另外一具翼龙的头,身子呢,却又没有发现。 那你看呢,细细弯弯的是它的脖子,中间是它的躯干,然后它的双翼呢,恰好对折的,然后后面呢,是它两条后肢。 当时出土的时候,为了奖励这位发现翼龙化石的农民,政府还给了徐承法一台彩电,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财富。 然而就是这台彩电,也给徐承法带来了灾难。 出土的时候啊,那当时政府为了奖励,那个发现这块化石的农民啊,还讲给它一台彩电呢。 那当时讲给它这台彩电以后呢,很多农民啊,当地的村民啊,可能都就是去到他家里去,就觉得这个,他们认为这个财产是大家共有的, 那么,都用到他家里去看电视,时间长了以后呢,可能太烦躁了,人太多了,那最后呢,他就得了这个,患上了这个神经衰弱症, 那最后农民他是就投河,就自杀了,所以这个背后还有一段比较心酸的故事。 不管怎样,这具翼龙化石终究填补了国内的两项空白, 直到今天,人们还不愿意把这具火石剥离出来, 就是怕破坏了这具浙江自然博物馆镇馆之宝的完整性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